歡迎收看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以及FreedomSports 為各位帶來的中華隊以及台北黃家籃 在台灣高雄國家體育場的友誼賽 這場比賽為中華隊出征泰國前的最後一場友誼賽 我們可以看到黃家籃是參加我們城市聯賽 並且都是由我們外籍球員組成的球隊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中華隊 雖然正中沒有我們的陳柏良 陳昌緣 部分的外籍球員 旅外球員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浩瑋 柯玉婷 都是有隨中華隊一起參與集訓 也有我們的鷹鷹級 這場比賽我們也看到現場有非常多的球迷 在為我們中華隊喜愛的球隊加油 上半場一開始是由我們黃家衛籃 有左側往右側進攻 黃家衛籃的球員組成其實很有意思 有許多是在台灣的就業人士 也有許多是我們的大學學生的球員 上半場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黃家衛籃 就是34號的Elias 來自宏都拉斯的Elias 我們可以看到上半場有黃家衛籃 主持了第一道進攻 但是我們看到中華隊的門將蔡碩澤 就如台體蔡碩澤 很英勇很漂亮的一個初級 但是也很讓人家擔心很怕會受傷 但是還好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事後其實沒有太嚴重 那上半場我們看到 黃家衛籃就是從中場不斷的 向前面延伸的進攻 我們看到也是一樣有我們的Elias 傳中很漂亮的 被我們蔡碩澤擋下之後 Yaki很快的反應 馬上把球往前場運送 那這場比賽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中華隊就是在 嘗試許多的組織 不論是從中場 從邊路 我們可以看到俊卿 我們的旅外球員吳俊卿也有 回來參與我們中華隊一起的集訓 上半場中華隊的一個進攻的機會 很可惜的 很可惜的沒有辦法把球送向球門裡面 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上半場的20分鐘 我們看到中華隊這一球 由右側展開進攻 連續的傳導非常漂亮 傳給俊卿 俊卿 在倒地之後 把一個球 噢 招攬非常好的轉移 柯玉婷拿到球之後 左腳進射破門了 我們的長春亞太旅外球員 柯玉婷非常漂亮的一個控球 外加一個左腳的進射 球幾乎是打入球門的死角 我們看到柯玉婷這一球其實 動作做起來真的是相當輕鬆 也相當的漂亮 因為柯玉婷這個進球比賽的進球 改為了1比0 中華隊1比0領先的我們的皇家衛蘭 那一樣我們看到了皇家衛蘭 很漂亮的一個 哇一個控球之後的一個進攻 很可惜 皇家衛蘭的 一個射門很可惜的沒有能夠把球打中部位打進球門 我們可以看到皇家衛蘭其實很努力的也想要取得一個進球 畢竟跟中華隊踢球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一樣比賽來到34分鐘 我們看到中華隊一樣 有我們的中場很不錯的一個轉移 從右側的進攻 一樣在找尋突破的機會 我們看到這球非常好的滲透球 有俊卿的射門 哇很可惜的 皇家衛蘭隊的中後衛哈山 非常及時的一個補位 把球很漂亮的產出了底線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俊卿 他有非常大的一個進攻上的威脅性 也是讓皇家衛蘭隊的中後衛 想盡了辦法 要把對方守住 我們可以看到皇家衛蘭隊現在右側的進攻 哇很可惜的 我們Rushima Yoga沒有辦法把這球打進 我們看到26號的Hose Yang Garo 非常漂亮的右側傳中 哇我們有看到皇家衛蘭的球員 其實是還蠻興奮的 因為看得出來是有機會可以製造進球 那我們一樣上板場到了44分鐘之後 其實距離中場的休息 就剩下不到一分多鐘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中華隊一樣持續的 在打很有效的滲透球 以及傳控球 球分到左路有我們的王瑞 王瑞很漂亮的突破 突破之後 左腳轉中 來到柯亦婷 啊很可惜的沒有把球停好不為 但是一樣很漂亮的滲透球 哇有我們補射的 林昌倫 Olen Olen很可惜的沒有辦法把球門射進去 哇 不過這球也要稱讚一下皇家衛蘭的守門員 出席的速度非常的及時 上板場的比分 我們就估計應該對沒錯 就估計維持在1-0的比分 到了上半場的中秒 那這場比賽其實皇家衛蘭隊的戰型 可以說是偏向以往的4-5-1 那打法上來講的話 其實是雙方互有攻守 我們看到下半場 教練團也是跟球員一再的叮嚕 一再的吩咐 希望可以打出教練團所需要的打法 現在來到下半場 我們可以看到中華隊有左側往右側的進攻 其實不斷的找尋進攻的方法 以及不斷的製造一些進攻的機會 這是中華隊非常非常 努力在做的部分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 每一場比賽都有非常明顯的進步 像現在中場比賽我們可以看到 中華隊中場有非常多有效的控球 以及很有效率 往前推進的一些打法 這球我們可以看到 皇家衛蘭隊現在打了一個很漂亮的防守反擊 但是我們中華隊後衛的防守不位 也非常地及時 非常地快速 很可惜的 皇家衛蘭隊一個遠射的機會 哇 很可惜的球沒有打中球門 但上半場的第一個進攻可以說 就是由我們皇家衛蘭先取得進攻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中華隊持球之後 一個非常漂亮的反擊 一個非常有效的滲透球之後 哇 有我們的 我們看到北市大的尾玉任把這球打進了球門 這又傳得很漂亮 位置也跑得相當好 我們再看一次這次進球的重播 哇 其實玉任也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球員 從之前U23奧運代表隊到現在 能夠成功地進入國家隊 相信玉任真的是非常非常地認真 而且非常地努力為我們中華隊表現 接下來我們看到也是一樣中華隊的進攻機會 由我們的浩瑋旅外球員 北京旅外球員 陳浩瑋的傳中 很可惜的 哇 皇家衛蘭的球員即時地把這球解圍 我們再看一次 由皇家衛蘭的後衛 把球擋掉之後 非常及時地把球往外面解圍 小球的機會 定位球 哇 很可惜的 頭頂球沒有能夠把球頂進球門裡面 看到了下半場 皇家衛蘭的守門員沒有能夠把球開得很遠 所以中華隊又有一次進攻的機會 在前場的傳動球以及組織進攻 一樣的一個直塞球的機會 哇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 中華隊的陳奕瑋 奕瑋在禁區裡面被 皇家衛蘭的球員哈善給放倒 哇 這球裁判吹了一個點球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中華隊這個點球 會有誰抄刀呢 哇 果真有我們的浩瑋 我們的陳浩瑋 主發這球點球 圍圍的助跑之後 一個很漂亮的帕內卡 很漂亮的帕內卡 把這球成功地換過守門員之後 打進了球門 因為浩瑋這個進球比賽來到了2比0 我們再看一次重播 浩瑋這球可以罰得非常地冷靜 而且非常非常地有技巧 守門員真的就毫無辦法地被緩過 好 更正不好意思是3比0 中華隊3比0台北皇家蘭 下半場之後我們看到了 皇家蘭也換上了10號球員 Ebrima 其實Ebrima是一個速度非常快 雖然體型很單薄 但是速度非常快的一個球員 那皇家蘭也是一樣 不放棄任何進攻的機會 中華隊也藉由對方的失誤 拿到了一個由防守轉為進攻的機會之後 一樣由我們中場的倒球 再來一個非常漂亮的滲透球 一樣也是我們的玉刃 玉刃跑在前面 哇 很可惜的 皇家衛藍隊的守門 Adam出擊的非常及時 我們可以看到這球是由 中華隊新成員 龍的林哲宇 哲宇的一個非常漂亮的傳球 一樣中華隊中場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牆斷非常的有效果 而且都可以把每一個牆斷 變成一個進攻的機會 一樣由我們的邊路 邊路突破之後 找尋進攻的機會 哇 我們看到 皇家衛藍隊的後衛 哈上 不小心的把我們進攻的球員給放倒了 裁判 給了一個前場的定位球 我們看到這球被放倒是凱俊 哇 凱俊 這球相當的痛苦 不過還好現在 中華隊又是一個進攻定位球的機會 開出定位球之後 皇家衛藍球員沒有能夠把球開得很 解圍得很遠 我們現在看到和聲一樣 非常漂亮的 連續的進攻機會 哇 很可惜的沒有能夠突破 但是一樣球其實還在危險的區域當中 我們看到 哇 最後球是打在中華隊的球員出界 我們可以看到皇家衛藍隊的後衛 哈上倒地 不過 之後看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接下來皇家衛藍隊得到了一個進攻的前場 進攻的機會 球來到了 Ebrima Ebrima的腳下之後 非常 華麗的動作 但是很可惜的 沒有辦法能夠跟前鋒連結上 我們現在看到皇家衛藍隊把球搶下來之後 一個往進區的船中 被我們的台灣門神呂棍 呂棍 呂棍把球 撐下來 我們看到這球 這球其實中華隊的後衛 會有一點小小的注意力不集中 但是沒有關係 還好這球還是由我們的門神 昆奇 把球可以守下來 接下來中華隊的腳球機會 一樣有我們的哲宇 所以傳中之後 一個遠點的 哇 很可惜 中華隊沒有辦法能夠把球頂進球門 但是這一球 我們可以看到 意圖是很明顯的 就是一個亞希在球門前面 投球 現在看到中華隊一樣 還是給對方的後衛增加許多的困擾 而且 一直有進攻的表現 比賽來到了88分鐘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林哲宇的一個滲透球之後 由我們的右側起球 起球之後 哇 很可惜的 我們的一尾 陳一尾很可惜的 今天很有進攻的慾望 球差那麼一點點就可以進了 希望我們之後對泰國的比賽 我們中華隊的球員 能夠 都有非常強烈的進攻欲望 接下來可以看到 比賽來到了89分鐘之後 皇家衛藍隊 一個進攻的機會 由中場 組織起來進攻 但很可惜球傳到了中華隊的腳下 中華隊拿到球之後 往前掌的推進 哇 我們看到亞希倒地 但是比賽沒有被吹停 比賽繼續由中華隊一個進攻的機會 因為球放到前面之後 哇 我們可以看到皇家衛藍隊的守門 Adom 出擊得非常迅速 非常及時 最後 哇 球很可惜的 打在了浩瑋身上 因為浩瑋出於越位 所以這球裁判就判給了一個越位 那其實下半場 距離結束應該不到一分半的時間 球發出來之後 哇 裁判也沒有給補石 90分鐘到點 比賽終了 最後比賽比觸為中華隊3比0 結束了這場友誼賽 3比0 中華隊皇家衛藍 那賽後也是雙方的教練球員 有禮貌的 致謝 畢竟這都是一個非常難的機會 對皇家衛藍來說 能有機會跟中華隊比賽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我們看到雙方的球員 一一的握手 並且也有拍照留念 那球迷也是給予雙方球員最大的掌聲 那賽後我們也是有幸採訪到陳總 針對比賽的一些感搶 中華隊的表現 會邀請皇家藍他們是外國人嘛 因為外國人他們本來踢球 就是要有那種身體的強度 那也是我們台灣球員很少去接觸到的 當然他們的強度各方面也符合我們的 那個需求啊 所以說我們會邀請皇家藍 他們打得也很好啊 就是有那種外國人的那種特質 比如說打球 他就是要跟你輸贏的那種態度啊 對啊 騎乘去現在大家都已經準備好了啦 對啊也是等待去那邊 我們還有一場的熱身賽 才能看出我們到底這陣子訓練的 到底有沒有成效 當然去那泰國的話 那場熱身賽是我們的重點 是我們的重點 對 我們都期待了 OK 中美 謝謝 坑金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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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謝謝 中美 謝謝 我們現在訪問到了皇家藍的總教練 Robert Robert表示 中華隊上半場的表現 出乎我們的意料 因為中華隊是打一個非常 防守的打法 所以這應該是針對泰國隊的一個打法 那我們也看到上半場 柯玉婷的這個進球 就證明了 只要你給中華隊任何一個機會 這都是一個製造進球的機會 所以我們不能給中華隊有太多的空間 我們也是訪問到了皇家藍的 Matt 教練 其實是個非常好的比賽 針對兩個球隊都是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中華隊打的是比較多的防守 到了下半場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中華隊 開始有比較多的進攻的意圖 那我們認為對我們是個非常好的訓練 以上賽斯的精華就是由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以及Freedom Sport為各位球迷帶來的賽後報導 我是卡卡 下次見囉 加上 我們 駕 紛 不 F char 回家 City B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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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ch